天赫,你很厉害的 哎,这水友就随便玩的第一轮都已经吊打真哥了,这无所谓的 别人掌控着水温,你怎么样都没机会 再玩飞飞上来应该还是去侦查分框 刚才有商店 如果开局练自家,就没必要商店这么早 这个开局就是为了开局跑去暗夜家 先看分框,你练分框抓分框,你不练分框我就练你家的愚人 小精灵侦查到了,你的商店很早多半是会躲一躲剑圣 这剑圣肯定会练自家的怪 然后看到商店也确认你不是先知 然后看到商店也确认你不是先知 这样的话,猎手大厅可以早点照 对,罗列特果然是直接练手大厅在照第二口挤 双方开局非常的常规 Fryder这个常规是属于他的常规 你像Fogos和Souin喜欢练自家胖子 我看练自家胖子都特别蠢,盘盘都学风 练自家胖子特别容易疯的 练自家胖子,暗夜来得及练分框兽职就玩不了 这种开局就是最中庸的抓的开局 这种开局就很难崩的了 大家都不练极 我怎么就莫名就崩了吧 这个开局如果暗夜练大蓝,那个点就好了 也还好,你也能练别人鱼人 诶,这里怎么没升 人家不断的侦查,侦查兽BP 有数啦,我名字不大吉利 宗族刚刚 宗族是个啥呀,你是个大剑 大剑大剑,他大剑在侦查分框 大剑还阻止对面练双线刀二级 在盘开局目前是优势 是的,目前回来还挺好打的 再玩飞飞的前妻做得非常的完美 就受阻打二级,前妻中庸就好 对面没BP没矿 那大剑有生命危险 大剑回来的时候可能要被残药了 还敢看吗,这个大剑 大剑可能会被网的,哎呦 好,杀了鱼人两级再残 那这个大剑死定了 健身过来消一消KOG的血量 死你是死定的 想起,好可以,起出去了 左边,再逼你一个残 好,反补来得及吗? 没来得及 应该是暗夜拿到经验了 这里刚才那一刀 捕的伤害不大好 诶,这里罗列特是爬框 照在右下角,然后待会爬回去 然后幻象能侦察到吗?幻象没侦察到 在盘,看小Y的链级吧 小Y能顺利链3,兽足就不难打 小Y如果链3的过程不好的话就比较难打 没有0一开,现在这个局我觉得就5开 暗夜一点有谁也没有 加6之力 好,接下来就是暗夜的强势期 菲菲如何度过这一段时间 让小Y到3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小Y现在家里有3组点在家附近 但是有2组点都很容易被抓伤 健身要保持牵制力 小Y就疯狂的练伤 有眼有幻象,侦察非常的完美 罗莱塔这里是... 哎,这个眼睛的位置不够好被排了 好伤啊 罗莱塔边练集 边等分框 有猫头鹰吗?没有猫头鹰啊 看能不能抢,有机会的 好,一刀,哇,漂亮,哇,全抢了 全收,而且有单传,好了,不来好打了 而且这一波小Y那场...走 但是,没事,还可以赔 对面没猫头鹰的,还有一发极空步和大雪石 现在就是给小Y争取时间 小Y就疯狂的练 现在有加速,有单传,有大雪 随便陪 现在TD往回爬了 然后Fly下面插了个眼睛 Fly现在太好打了,这一盘 这一盘就顺着下面练 然后边压制边看过就可以了 下面打个大蓝的脸 然后再打个地精 都不用打地精 打完大蓝的脸就直接删 然后就可以发折了 这盘Fly太好打了 好,吉利,回来 炼金要死了,炼金 炼金一刀,两刀,跳一刀就死了 一刀,死了,死了,死了 好了,野怪打死,一刀,好,跳了一刀 赢了,赢了,Fly这一盘轻取,好 这一盘这个剑胜,堪称完美 这一盘这个剑胜,堪称完美 这个剑胜,这个剑胜是1.6级打到2.6级 抢了别人,大学宰了别人练金 还抢了你的怪 这个一个剑胜直接把爱也打炸,好吗 对啊,然后小Y顺利的倒3 不可能输的,输了找我,不可能 这盘的剑胜的发挥啊,比令的先知打人猪还凶啊 你现在剑胜随便送一次都输不了 好了,可以去一波,这波死了 这波剑胜有大雪,小Y大魔剑胜大雪,这波已经死了 你已经死了,好吧 是的,游戏已经结束了 哇,30万的准备,好吧 这一排就是突出一个掉的 这里小精灵抱得很完美,把萨满的魔炸空 但是你没有练金 我现在有三级,我还有大雪大魔 我现在哪怕萨满没魔我都不是很虚拟 伯伯,这里不要冲动啊,萨满没魔的 还是要给点面子慢慢打 是的,转,已经转得足够多了 对 看小Y有蓝的呀 小白还有质量后的 萨满没魔,萨满没魔 还是不稳,你要卡在蛇蚌附近 你很难把暗夜打死 接手,接手,有大雪,有大雪,有大雪 哎哟,那个是大雪啊,我以为是要高的,吓死宝宝的 接手,接手 这里萨满没精化 走了嘛,真的可以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已经赚了足够多了 对,这波其实没死任何东西 交了大雪,交了大魔 走了吧 小Y 吃了大魔,但一级治疗波啊 萨满盯着有一发,有两发进化 甚至可能有三发 有两个萨满,一个半魔 一个一点点魔 两个空魔,两个半魔 要把经济直接给你关上 想直接打死 什么机会 建设危险 好,提前拉走 刚才罗雷特还想小精灵抱建设,然后残要杀 罗雷特 就想逮着菲菲的日常 菲菲这里建设 在一盘发挥很完美 还没日常过 30万的建设就是帅 吊打这盘 还没死兵 没死过兵 在一盘就死过开局那个大局 刚刚这一群杀了一个大计 就说兽子输了的人在哪里 让我看到你们 菲菲们的双手 好吧 你们都道歉了 这是策划眼里的兽子答案 你也是吧 这个 这盘 可遇不可求 人呢 死一个大计就疙疙了 人呢 这盘的局有点可遇不可求 打得太完美了 死了个萨买了 现在刷日常也是无聊不可能 你像这种开局 暗夜的矿非常的慢 这种开局 你必须得抓到小Y的 同时自己练机得顺 你这两点全崩 就直接没了 抓又抓不了 自己练机也炸了 他建设打爆了呀 对啊 所以这个局就完全玩不了了 你不要看暗夜 平时什么容错率 那都是光速开矿的情况下 这一盘是矿贼满的 暗夜没有任何容错率 在一盘55开啊 所以容错率不高啊 平时的局是因为 7-3开8-2开9-1开 你们平时看什么错率 是矿都已经 已经早就开了 感谢法里鲁的复带 飞飞应该是跟彩色练过 因为彩色也把focus给传了 他们组还有谁来的 他们组还是还有 还有 还有毛黄对吧 还有毛黄组 还有一个是谁啊 还不清楚了 反正Fly 反正Fly 只要赢到多位层 那肯定很稳 好的1-0了 感谢巴贝尔 还有一个是无法震 巴贝尔崩的办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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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钙 还是很行 我可以钙 好 这一步 我知道 我可以钙 我可以钙